華達 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 加上美國總統川普 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香港街頭短暫平靜幾天後 示威者正在醞釀發起新的抗爭 12月1日中午 數千香港人聚集在中環 舉行感謝美國保護香港大遊行集會 保護天滅中共 驅逐共黨 再一次感謝他們對於香港抗爭運動的支持 所以都特意來舉美國旗表達我們的感謝 第二個就是 表達香港人其實是站在 我們西方民主自由的最前線 我們在一個中共極權的邊緣地方 我們站在抗爭的最前線 示威者認為 黨人反共是為爭取民主和自由 我想指出共產黨他們的價值 或者他們的價值 是危害這個世界的 無論是自由或者民主的進程 香港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給他們看到即使簽了中英聯合聲明都好 承諾一國兩制 承諾落實普選的情況之下都好 仍然在香港都得不到它應有的自由和民主 但是你要香港的體制健全發展 令到香港很多人可以安居樂業 不只是市民聽話就可以 他沒有法治 他不講法律 他沒有法治 他有人治社會 因為如果你沒有法治 沒有自由 你經濟是不適 假的 國雅民意 是為著希望更多的中國人 了解港人的訴求 更進一步達成全球滅共的共識 要知道香港從來都是革命輸出的地方 無論是當年1911的辛亥革命 也都當年支援很多文化大革命 投入來香港的人 接著去到8964 香港作為一個最支持中國學運的地方 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革命輸出的地方 就是向大中華地區 輸出就是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 從大陸來香港安居多年的何泰表示 香港民主運動對北京政府的衝擊很大 香港人最成功的就是大團結 而天滅中共是最有利的口號 香港人最成功的就是大團結 這個團結就是我們香港人最有利的力量 天滅中共的是我們世界 每一個對中共這種邪惡 一個最有利的口號 但是任中道遠 還要需要大家去努力 新唐人記者韓娜香港報導 我們現在看來很新的地區 我們最有的一頓的地方 我們大家有很多地方 我們在希望 我們可以可以開始